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北台湾也蛮暖和的 不过一大清早也是蛮冷的 在新竹的峨眉只有8.3度 珠苗一带很多地方都只有9度左右 到了白天东北季风减弱 太阳一出来就迅速回暖 在西半部的高温来到了25到28度 明天也会是很类似的天气 要赶快把握阳光 因为很快又要变天了 星期五晚上封面开始接近 到星期六是节气的大寒 这一天封面通过之后 东北季风增强 在北部还有宜兰会先转凉 而重头戏在星期天才开始 会有寒流南下 看到温度趋势从星期六开始 一路降温一天比一天冷 到了下星期一 北台湾大约只有10度左右 下星期二的晚上的隔天清晨会最冷 预过北部只有7到9度 中南部8到10度 25号清晨也会是很类似的情况 而且这一波会是又湿又冷 看到明天各地都是多云稻情 只有在东半部和恒春有很零星的降雨机会 真的要赶快把握阳光 到了星期五随着封面接近 北部地区会开始下短暂雨 星期六中部以北还有东部都容易下局部的短暂雨 到了星期天在阴封面的北部东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 而下星期一二在寒流之外还有华南云雨区 所以全台湾几乎都容易下雨 尤其在北部 宜兰还有花莲的雨会比较持续 只有在南部的平地是多云的天气 所以22号晚上在北部还有宜兰 1000公尺到1500公尺的山区就有机会下雪 到了23号白天在中南部还有花冬 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有可能有下雪机会 生活八龙蜜抓气象重点 明天清晨还有晚上在中南部和马祖 容易会有局部物或者是低云会影响能见度 出门要多多注意交通安全 还有在中部云佳南和高雄屏东的空气品质 都来到橘色提醒过敏族可以先做好预防 明天晚上在东半部的沿岸容易会有长浪 到海边活动要特别小心安全 还有星期六开始北台湾就会先变冷 接着一天都比一天再冷一点 要赶快把握明天的阳光 接下来听我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